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那今天又再度來到中和區的緬甸街 那這家店叫做雲南禮源清蒸小吃 也是這裡非常有名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因為最近都是這個雙十國慶 所以這條街上都是掛滿了國旗 很有這個中華民國生日的氣氛 那這家也是平面媒體來採訪過的店 就是這個蘋果日報 這樣 那用餐區大概就可以做 做很多個人 菜單照一下,這邊是餅跟飲料的菜單 那這邊是麵食類的菜單 不過有點看不太清楚 那就拍個這個帥氣的烤瓶的製作 超酷的 每次看到這一幕還是覺得很帥 老闆不好意思 請問說烤餅的話 您推薦什麼口味是這裡的招牌 奶油 好,那就要一個奶油的 然後我還要一個雞肉八八十 來,這邊吃 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烤餅的材料 這個是奶油 然後這個是... 碗...豆...泥... 豆...泥吧 其實烤起來我...好像覺得還蠻快的啊 好,那這個上次吃過 那個烤起來還蠻酥脆的啊 小孩子也愛血 好 那整間店就是充滿一個懷舊的氣氛 好,這樣 好,那這個是...麵的佐料 好,那老闆講說 這個烤餅就是... 本店的招牌 奶油烤餅 現在又試試看齁 讓我非常的期待 只要是現做的一定就好吃了 好,看到嗎 感覺就是這個烤得很香酥的感覺 很香喔 很香喔 它是有砂糖,然後再加上奶油的香氣 很香 然後舒緩舒緩的很好吃 好,一個很簡單的小點心 但是... 卻是很好吃的感覺 嗯 好,這個小孩跟...女生都會喜歡 嗯,很好吃 很香 我覺得分數有95分 很棒 好,當然應該是要配個奶茶喔 但是因為我可能還在吃一間別間的東西 所以我可能會稍微保留點胃 好,那這邊傳統的事法就是酥餅 然後要配這個奶茶來一起吃 這樣就是...算一套 嗯 很好吃 嗯,非常棒 好,那這個就是...雞肉八八十 我只要沒有念錯的話 好,現在就吃吃看 上面感覺就是有這個...花生... 花生粉嗎? 好,之前在這個永和的雲南伯伯也吃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是覺得應該這邊是比較道地的 覺得啦 然後感覺裡面就是有咖哩醬的感覺 呃,應該是一種米線 好,吃吃看 嗯嗯嗯,喔,好吃 很香 說不出的一種香料香 咖哩香還有其他的香料香氣 嗯,很好吃 然後這個... 米線吃起來就是這種Q彈的感覺 會有那種咻咻咻的感覺 會有那種咻咻咻的感覺 噢 家店的餐點很有水準 難怪每次經過這邊都看到都是客滿的 因為今天是連續假期 所以人才稍微少一點 很好吃 嗯,很棒 這個醬的香氣 我覺得分數有95分 真的餐點都很有水準 可是也不貴 很棒 好,那這個應該是雞胸肉 嗯嗯嗯嗯嗯 好吃 非常棒,它這個醬的香氣很足 吃一口就覺得很香這樣子 嗯,很好吃 還有這個... 南洋的... 風味嗎 哈哈 一國風味好了 好,等等 它門口是寫著雲南 那應該就是雲南的小吃 好,那... 應該算是這個雲南特色小吃 好吃 嗯,好吃 那推薦各位朋友吃吃看 真的蠻棒的 超讚 那就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啊,很好吃 這個...這個就是千層餅嗎 啊,蛋餅 老闆,那我要一杯冰奶茶 那...糖一點點就好了 嘿,謝謝 好,那還加了一些煉乳 那,大附上就是這樣 然後就用這一盤 耶 反正這盤這個奶茶就好了 現在就喝喝看 應該...剛剛我應該下定決心吃烤餅的時候就要喝這個 應該是我要求把這個糖減量的 所以它的這個風味有一點展現不出來 是我自己要求的 哈哈 那我覺得分數是85分 還不錯 如果原本的就可能是甜香甜香的這樣 那就建議在吃烤餅的時候就配個茶 這邊很傳統的吃法 好吃 就整個都是一個很傳統的風味 很棒 東西都是水準之上 有餐廳級的水準 可是只是小吃店的享受 小吃店的價錢很便宜 我這樣花起來大概才100出頭而已 然後就算是有吃飽 大概有8分飽 不錯 那平常這邊生意也很好 那你可能 客滿的時候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今天是 因為連續假期人才比較少的喔 那我今天這樣吃總共是130塊很便宜 可以喔 對 你的爸爸是60塊 對 這個餅是30塊 很便宜真的很便宜 謝謝你 那這個是 這個嗎 是甩餅 甩餅 謝謝 OK 好 那個人還蠻推薦這一家的 那這家店名就是 雲南旅園清真小吃 地址在中和區華行街9號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謝謝